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到了一張兵單 收到兵單之後 就開開心心的去抽籤 那抽到了海軍艦艇兵 那當天就是公車專門接送軍人的 那就是把我們接送到海軍的訓練中心 他算是一個新兵訓練中心 那當我們一進去之後 第一個晚上 其實大家都是手忙腳亂 因為完全不知道 進去到軍營裡面到底要做哪些事情 當時我所選擇 要在那一個新兵訓練中心 做的事情就是 餐巾 那餐巾這邊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他就是當大家還在訓練 然後還在上課的時候 我們這一群餐巾 就要提前先去打飯 所謂的打飯就是你要幫大家 把每一個餐盤上面的飯 都裝好 然後把菜都放好 一個一個的菜色放好 那當然長官的我們就是要幫他 他放在餐盤上面每一個菜 然後煮菜還有飯還有湯 他們的是要幫他們先準備好 今天要說的主要是 我在心訓中心裡面 所聽到的 然後自己所遇到的鬼故事 就從我們的心訓中心的夜晚開始說好了 在心訓中心我們睡覺的時候 是一進去房門分成兩邊 兩邊他是上下鋪 然後各睡一個人 然後就是掛蚊帳 第一個晚上其實我們集合的時候 班長就有說每個晚上都要分兩個人 職勤你要站在廁所的前後門 因為我們的廁所是互通的 他等於是廁所 然後有一個正面在這邊 然後左邊也有一個廁所 這邊也有一個廁所 中間就是我們的寢室 算是這樣子的一個格局 那兩邊各站一個人 第一天因為我的編號 算是比較後面的 那時候我是81號 我們總共那一個中隊 有一百多個人 那我是排到81號 所以一個晚上兩個人 基本上我一定是會比較後續才排到的 當天晚上我們就是各自喊完口號 然後就睡覺 半夜你一定會想上廁所 我就一個人那就走出去 同梯的他就是這樣站著 他也不會理你 他就是這樣子站著 因為要顧嘛 看看有沒有什麼異常的人之類的 或者是有什麼突發狀況 然後就走進去上廁所 那一天晚上 我就是這樣子上完廁所 然後回到房內 回到寢室 好一個晚上就過了 陸陸續續大概有二到三天 就一個接著一個 去站在那一個地方職勤 然後就在某一天 那一天我們被安排到三樓 因為我們總共有三層樓 我們在第三層樓的時候 大家在整理一些東西 因為上面有一些雜物 那在整理的時候 我就聽到他們那些有執勤的人 就說了一些他們遇到的奇怪事情 那我就在旁邊聽到 他們就說當天晚上覺得很奇怪 明明他們這樣子探頭進去看那個寢室裡面 沒有人在走路 可是他隱約都會聽到 他廁所旁邊的那個樓梯間 在三樓那邊 一直有一個腳步聲 當下我聽到 還有其他人聽到 就會說 啊你別假了啦 不要在那邊講那些鬼故事騙我們 我們就是 大家就是覺得不以為意 那後來 隔了幾天之後 一樣的事情又發生了 這一次是換別人講 他們就說欸真的呢 上次聽你講我不相信 結果這一次我自己站在那個地方 我真的聽到樓梯上面有聲音 而且非常的明顯 那這件事情就開始在我們那一個 七次的新兵裡面 故事開始傳開 那有一天 我們要幫忙整理東西 在搬東西的時候 那我們就經過班長的寢室 那我就經過寢室 奇怪 怎麼班長的寢室 門口都有貼一些符 我當下就覺得 欸連班長他們也會怕鬼嗎 軍中很多鬼故事大家都知道 那我看到之後 我是什麼都沒有講 不過我回到寢室之後 我就跟同梯人講說 欸 班長他們的門上面有貼一些符欸 會不會是跟你們遇到的事情有關聯 然後大家就開始一直議論紛紛 討論這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新兵 也不敢去問班長這件事情 但是由這一件事情 就讓我們開始知道 新訓中心裡面一定有發生過什麼事情 其實新訓中心裡面 從以前幾十年前 一直以來都是在訓練海軍新兵的地方 來來往往的那麼多 總會有發生意外的時候 那接下來就是我要跟大家說的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相當的特別 大家知道海軍一定會有所謂的永訓 這個永訓呢 大致上跟大家說明一下 每天早上我們大約七點至八點的時候 我們會被帶到一個泳池 那這個泳池它需要做什麼 你必須在底下練習游泳 如果你是不會游泳的人 班長會教導你怎麼游泳 那第一次下水 其實我本身已經是會游泳的人了 所以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並不是一件難事 最難的是當時我當兵 我進去新訓中心的時候 是在十一月七號的時候 在十一月七號大家知道 已經是冬天的時間 那在冬天 我們量了一下水溫 大概都只有二十度 二十度我們一樣要下水 它有一個底線 就是說什麼樣的水溫你是要下去 什麼樣的水溫你是不用下去 當你下水之後 其實大家嘴唇就開始蒼白 起來之後都會有姜湯 那這個姜湯是由誰去帶過來 就是我們餐秦 我們會先把一桶姜湯 用推車拉到這一個泳池這邊 永訓進行了幾天之後 有一天我們在操課的時候 那我們就是行軍嘛 這樣走 喊口號走路走路走路 經過了一個離我們那一個中隊 比較遠的地方 我是在第五中隊 那第五中隊它又有分 第幾大餐廳 總共有三大餐廳 那以前我們用餐都是在第二大餐廳 它這一個泳池 剛好就是在中隊的對面 它是離一大段路 在軍營裡面 在新訓中心裡面 我們簡稱它為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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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水池都乾的 那我們就是跟班長說 欸,班長,這個水池怎麼會乾的 那班長就很兇啊 就說,醒來了,問那麼多幹嘛 其實在心運中心,被班長兇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班長兇完之後,我們就想說 不然就不要問這件事情 過了幾週之後,我們也差不多要結訓了 那也已經考核完畢 永訓這些事情 在閒聊的時候,有一個班長 因為他本身也是義務役 那他是教育班長 教育班長就是平常要協助軍官 打理我們的任何事情 包括我們可能作息、吃飯 或者是身體狀況 他都是需要去照顧到我們 在閒聊的時候,我們就坐在草地上 就閒聊 班長就這樣子 好啦,如果你們真的想要知道這件事情 班長就告訴你們 這個,據我所知 他在之前 好幾十年前 曾經是有開放使用的 他主要是用來幹嘛 他主要是用來 訓練教育班長 永訓 會比一般 阿兵哥 來的更加嚴格 好,我們聽一聽 就想說,那是不是就沒有了 結果 重點來了 幾十年前 那一個地方 訓練的很嚴苛 之前曾經有教育班長在永訓的時候 意外死在那個泳池裡面 而且是不只一個人 這件事情我聽到其實我並沒有很訝異 因為我覺得或許以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但是已經是事隔好幾年了 其實在軍中 我相信如果你當過兵 剛才我前面所說的這些事情 你應該不會覺得很陌生 因為在軍營裡面 其實多多少少都有鬼故事 只是這些事情往往都會被你的長官把這件事情壓下來 就會叫你不要在那邊亂傳一些故事 不過如果你在軍營裡面待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相信不管任何軍種一定會有他的鬼故事 好那這一個泳池的故事 我們大家就知道了 他是因為有人意外死在那個地方 後來才停止使用 也就是說後續只要有關於永訓 他就是會在我們阿兵哥的那個地方 或者是會到我們比較近一點的軍官學校 他們的泳池去做使用 那當時有一次 因為我們的那個泳池可能發生了一點小問題 所以我們是整個中隊的 都帶去那一個軍官學校的泳池裡面去做永訓 經過這些事情 然後大家所說出來的事情 才讓我們更加清楚 其實當時那個 確實有發生過 敏安 每一梯次進來的心病 都一定會知道這一件事情 班長為什麼在門口貼這一張符 我並不清楚 他當時的來龍去脈 我們只知道 三樓那邊 真的有靈異狀況 而且是每一個直跟的人 都一定會聽到那一個腳步聲 那有關於單位的鬼故事 這個部分 我就想要保留到下次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討論 因為下單位之後 其實我們所遇到的事情 是更加奇怪 海軍的軍艦上面的底艙 學長就會跟你說 如果你下來的時候 看到有個人 跟你穿不一樣的軍服 不要太緊張 他可能是你的學長 大家如果喜歡我的鬼故事系列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了 掰掰